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個湯水 就是燒暑冬瓜二米湯 大家看看有什麼材料和做法的圖表 其實我用心良苦去逐個字打這個材料和做法圖表出來 是希望方便你們拍下的圖 就可以拿去街市買齊所有材料 然後回來跟著做法表去做 這樣就可以了 首先有些材料我們要先浸 就是黃豆 果皮 瑤柱和生意米 首先我們處理了薑 因為冬瓜比較寒涼 我們就加一片薑去中和回去 今天又要和大家介紹一下冬瓜的功效給大家認識 介紹功效之前和大家介紹一下冬瓜 這個就是普通的冬瓜 其實我本身想買一個灰冬瓜回來 你去街市看到有時很大的冬瓜 外面有一層粉白色的東西圍著冬瓜 但是奈何現在五月就未有得買 我想要等到六七月街市才會有得買 那灰冬瓜的功效是比普通冬瓜去濕去得好些 不要緊 如果你看到灰冬瓜就買灰冬瓜 看不到就可以用回這個冬瓜先 浸泡瑤柱的水就不要倒 直接放進去煲湯那裏 令它更加有瑤柱的甜味香味 現在熟二米用來沖一沖水就行了 不用浸泡了 沖一沖灰塵 始終放在中藥店 藥材店 始終都有一些灰塵 人手摸過 始終都要洗一洗就比較衛生少少少 其他材料洗完浸完 果皮刮浪 就可以放在鍋裡一次過大火煲去 我們現在開始講一下冬瓜的功效 冬瓜裏面含有的炳醇二酸 和葫蘆巴菅 葫蘆巴菅是氨基酸其中一種成份 這兩樣東西可以抑制人體裏面的糖分轉化為脂肪 阻止糖分變成脂肪 阻止體內的脂肪積墜有降脂減肥的功效 冬瓜有抗衰老的作用 還可以讓你皮光肉滑 養難潤膚 冬瓜湯就比較適合夏天喝 因為都是比較寒涼少少 它有清深火 和利尿止渴 夏天喝多些冬瓜湯 個人都沒有那麼醜 冬瓜裏面的腺食纖維含量很高 可以幫助你降血脂 降低你體內的膽固醇 和防止動物眼化 冬瓜裏面含有豐富的維生素B2 和錫 錫字變成錫字的錫 它有很好的防癌和抗癌功效 說完好處 有什麼禁忌 有什麼人不要喝太多 它是比較寒涼少少 脾胃虛寒的朋友不要喝太多 女性月經的時候 和驚痛的女性都不適宜喝太多 好了 我們把所有材料洗乾淨 放在煲 現在我們就處理了排骨 今天我就買了排骨頭 可以吃得很好吃 想再提提大家 飛水的意思 就是把肉裏面的雜質 血水全部飛出來 但是你一定要用濕溫水 水喉水去煲熱 不要用熱水去飛水 如果你一拿熱水 你放肉下去 它就鎖住了 那些髒東西就走不出來了 所以一定要用濕溫水 煲到去滾為止 之後再煲到去分多鐘 那些髒東西走出來 你就逐粒逐粒洗乾淨了 把豬肉都放進去煲湯裡 煲湯呢 我就習慣用濕溫水開始煲 是會用多一點點電 或者用多一點點火 但是我覺得用濕溫水煲 材料是會更加出味 所以大家不妨試一試 我煲滾了湯 繼續大火煲半小時 逼它的味道出來 之後再轉小火 這個湯就是煲一個半小時就可以了 那就是呢 你大火煮起半小時 之後再轉小火煲多一個小時就可以了 我習慣了 有看我煲湯的朋友都知道 我習慣了煲湯煲了一個小時 我就會夾肉出來的 為什麼呢 是因為有報告說 肉類煲得久時間過了一個小時之後 就會釋放一些飄零出來的 如果你身體吸收得太多飄零 又排不到出來的話 就會變成尿酸 之後就是痛風症的一種 所以手指背腳指背 關節位很痛很痛 所以奉勸大家今天看了影片之後 每次煲老火湯一個小時就夾肉出來 不要想著會不夠味 因為我們是大滾了之後 煲去半小時 之後轉小火半小時夾出來 不會不夠味的 我煲這麼多次湯 你看色水多美 我都是一個小時就夾夠肉出來的了 所以為了健康著想 記得一個小時夾夠肉出來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跟大家說了這麼多 希望你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燒暑冬瓜二米湯 如果你們喜歡我拍的影片 歡迎你來訂閱我的免費頻道 因為我很快有第二條煮食的影片和大家分享 下次見 Thank you Bye Bye